桃園社龍潭區三個里 一早又經傳跳電 造成4605戶停電 傳出是雷雨導致樹木觸電 讓虧線跳脫 動輒跳電 讓做生意的和趕上班的直呼超困擾 早上我們就做事做一做的時候 他就突然整個燈關掉熄掉了 大概好像30秒左右而已吧 一直跳電就會很不方便了 整個當掉 然後一堆外送的員在那邊等 離譜的是 桃園已經連續三天停電跳電 16號1.5萬戶停電 17號晚上又有3000戶停電 18號上午又跳電 讓4000戶受影響 難道真的是已經出現缺電危機 一 兩個小時 就停就停啊 我下班回來早都還沒洗 台電這些接連的事故 已經不是單一事件 而是系統性有問題 上位的能源政策有問題 缺電嗎 不是不是 桃園是配電的設備壞掉 跟供電的系統沒有關係 大家就事論事 政府強調不缺電 既然如此 那能不能保證不再停電 你敢不敢保證說 今年不會有限電危機 不會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好 穩定供電的這個工作 停電事件頻傳網友炸鍋批評 還沒到7月就天天停電是見鬼了嗎 漲電家又停電這是什麼政府 台灣的虧欠是比較爛嗎 小動物比較沒禮貌嗎 住日本三年沒停電 日本動物比較守規矩 那企業界呼籲核二核三 應該要研議才能穩定供電 但經濟部依舊這麼回應 核三到底有沒有準備要退役 核三按照原來的相關的規劃 時程跟法規的規定 一號機到今年的7月 40年期滿 核二核三你要不要引一 核三現在7月份就停止運轉了 缺電會更嚴重 這個東西要未籌繁 民進黨因為要廢核 讓老百姓一起跟它賠償 7月份可能要忍受缺電停電的痛苦 用電高峰的夏季都還沒來臨 桃園卻連續三天停電跳電 就怕部長口中的臨時故障 未來會變成百姓難以脫逃的生活日常